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 大家好 今天过来竹林这边挖冬笋 那边是一条高速公路比较草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的大厦里面挖冬笋 这个毛竹比较大一点 今天和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挖冬笋的小技巧 如果看这个毛竹的竹子 还有它这个竹头的方向 跟大家解说一下 之前拍的不是很清晰 今天我换了一台手机 稍微清晰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往上面看 上面就是这个母竹 母竹是两根竹子的 看到没有 上面那个两根竹子 然后我们现在这里下来看 这一种就是稍微浅一点的 像这样这个竹子刚才我们看到 是在这一个方向 从这里过去 这里过去就能找得到 然后在这里就发现有一个猎包 就在这个地方 这种就比较容易找到方向 然后有人看得到 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竹子的方向 不管是深一点或者浅一点都能找到 只要你会看 因为母竹它是有两根竹子的 是岔开来的就可以找到 然后我们就顺着它那个方向去找 就能找得到 这一种就是正常一般挖冬笋的人都会知道 这种方法也是比较好一点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 就是旺盛一点的这种 利油油的毛竹 像这个就是应该会大一点的 不过这边的气候 这大时间就是太干了 可能也不是说那种很大的那种 反正就是半斤以上的 应该是绝对是有了 可能还有很多人会觉得 这种方法不太对 因为每一个挖冬笋 师傅分享的经验都不太一样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到更好的经验 挖到更多的冬笋 您可以喝店员 那我现在有点稳定 让你喝一口 一口 适用的水 加热